观光景点是南岸瀑布 因为激流湍急 拉起了封锁线 禁止游客靠近 玉里当地的要道是高辽便桥 袖孤蓝溪上游的溪水冲刷 出现冲毁的情况 汹涌水势不断倾泻而下 花莲知名景点 浊西乡的南岸瀑布 受到山陀而台风影响 滚滚红流相当湍急 就连民众靠近都有危险 连步道都围起封锁线 要避免人潮围观细水 最近因为这个连日的降雨 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步道这边 路面这边都已经有满满满满的积水 甚至呢其实可以看到在山壁这里 也是不断有大量的水 从山壁这边涌出 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头 另一头在这个溪的部分 这个溪叫做乐乐溪 在乐乐溪呢也是呈现非常非常 湍急的水势 这个湍急水势是不断的往下冲刷 是冲抓着石头 花莲近日受到大量雨势影响 不仅观光景点受创 就连民众的交通也非常不便 现在连桥梁都被冲毁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花莲域里 非常重要的交通干道高辽便桥 那其实可以看到啊 高辽便桥呢它是横跨秀孤蓝溪 但是因为最近花莲连日的大雨 可以看到现在秀孤蓝溪的状况呢 现在这个溪水呢是有一点点湍急的 因为这个山陀的台风带来的雨势 是让这个秀孤蓝溪有出现一些暴涨的状况 那也因为这个暴涨的情形是不断的冲刷着 这个高辽便桥的地基等等的 所以说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便桥呢 是已经呈现断裂 并且是断成两节的状况发生 不仅台风带来的豪雨 花莲今年受到大大小小的地震损害 再加上先前其他台风的侵袭 让高辽便桥再也支撑不住被冲毁 居民往返只能先绕到玉里大桥 就希望山陀儿赶快离开才能尽快整修便桥 目前花莲地区也有多处桥梁进行管制 民众出门得多加注意 记者张承恩 春莹一 花莲报道